由你挑起這淡紙 奉獻一生的儀式 瞭照家中的我夢 我知道這小火子 令你擔心不自知 仍持續擔心一輩子 能有今生的我夢 遇見 做對 父子 便則已終止 你說我若然一百歲就要長有九十九 你望只成六六一個美希望我有壽 青春的確終究會被數月慢慢偷走 最後其實只想有你的陪伴在旁邊就夠 還記得中午那年幫我打回小學請假 我又會搖頭問你可不可以醒一下 在旁人眼中你的確只是一個奇葩 其實知道你奮鬥上社會有一個更好的爸爸 聽你那天說想著Tesla 我炸賣不到過你駕 想你驕傲 但發現我最珍貴就是擁有這個家 你又說出去社會碰下板我就會知道 但又怕我信心和財力會被消耗 在你眼中我可能的確有點糟 我比你高大社會經驗之中都是你夠老 在家裏面醫術上你就是張醫師 到了討論國際法事上你就是司馬爾 我會挑戰這擔心 奉獻一生的意思 尿招家中的我門 我知道這小火指令你擔心不自知 仍持續擔心一輩子 能有今生的我門 遇見 做對 父子 變真意 總之 不只說行頭 要早點成就 千萬千萬不如滾大 再買幾個鬥 好似我爸爸 常常好憂愁 財富某人說夠某人不喜歡那些同臭 所以常常叫我做人要踏實要實際一點 擔心我第二天發明星網要做是一個華D 但其實他是最大粉絲 他想我勒少多點我看透他的心思 他做點明顯到誰人都知道 知道他七十年來一滴力結封傷 曾經面對幾多重傷 經歷過硬著和無數的通脹 天天聽他重複說回以前的故事 聽了幾百萬次 倒轉來背都可以 知道你曾經連笑模子被人欺騙 再如何慢慢沉澱得出一流流的智理名言 原陪你談到天國由中國 談到每個想和你吃醉 一家美食成牛一有 這淡子 奉獻一生的意思 尿召家中的我夢 我知道這小火指令你擔心不自知 時光匆匆你已經累到七十 仍持續擔心一輩子 如果我有能力可以將時間留住 我一定會好好努力地想繼續生活 但願有一天我可以有能力令到你會放心 將重任放我身 遇見你開心 你健康父親 你信心變質 那我就放心